我每次一想我都会心头一顺 然后我就会说 妈妈一定要陪你去 我要陪你去一年两年 你在那边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在附近的学校读到个什么 那个英文 英文的那个语言学校 难道我就是要奉弃我的演艺事业吗 可是如果观众还喜欢来看我节目的话 然后我又还蛮漂亮的话 因为我其实大概16岁就这么多了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要非常感受的妈妈 因为我们一决定要当艺人的时候 妈妈就把她的语言都做词掉 然后她就当我们的司机 然后当我们的保镖 然后当我们的亲戚 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徐妈妈在谱地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任何的综艺节目 不管是飞哥的现场 飞哥的奶哥的祖母哥的 他们连飞哥都说 只要听到徐妈妈在旁边的校圣 她就觉得这一集是好笑的 所以我妈妈那时候 几乎就是你只要一耳朵过她去听 所以 这些妈妈在旁边就不会经营到其他一些 知道那些那些事情 所以我真的应该借我妈妈 她那时候真的是为我们运输会很好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一开始他们不熟悉的时候 前大概五次我一定会去赔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就是 因为我毕竟也懂 如果我去现场然后在那边就是 我觉得我会给大家工作人员很大的压力 好像一部就是很心来说 我女儿是需要照顾的 我不会在那种感觉 所以当他们已经我陪了 其实他们变得已经熟悉的工作之后 我就会把他们去一间交给 因为我们自己公司有很专业的那些人员 就请他们去那个照顾 然后目前为止 其实现在的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工作是没有尊敬的 目前为止很lucky我女儿 也都收到很好的照顾 也希望他们再会遇到一些 会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我大女儿 因为她其实就是毒霜麻烦 所以她接下来人生的大学的话 应该就是势必可以 不知道去哪里 可能就是一定不会是在台湾 那想到今天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会想到 因为台湾她就是真的是 她只是我的第一个女儿 然后她又很幼稚又很贴心 然后 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每次一想 我都会心痛一些 然后我就会说 妈妈一定要给你去 我要给你去一年两年 你在那边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在附近的学校读了个什么 那个 英文 英文那个什么 语言学校 然后她就说 好啊 因为她其实也蛮怕一个人去的 然后 所以就是 应该会这样 可是我就想说 不可能啊 因为我又没办法放弃我 辉煌的演艺事业 所以如果去两年的话 那我的主持工都怎么办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 难道我就是要奉弃我的演艺事业吗 可是如果观众还是很爱看我节目的话 然后我又还蛮漂亮的话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 谢谢是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丹丸 我是丹丸 我是蔡康勇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好 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恭喜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十全十美 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言善告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